第六届走中獎以26日在台大體育館隆重登場 由知名網紅視網模阿樂和恩西俊主持 然而,網友在TheCover討論區發現 今年走中獎的觀看次數僅為去年1.3 引發熱烈討論 部分網友認為 隨著YouTube長影音的熱潮減退和商業化加劇 走中獎的影響力已不復往日 有人甚至將其形容為小圈子的自嗨活動 根據網友觀察 第五届走中獎的觀看次數高達117萬 而今年截至28日僅有50萬觀看次數 對此,有網友感到震驚 台北地點更近,竟然流量還少成這樣 也有人評論說 本來就是小圈子自於自熱的活動 沒什麼看頭,甚至表示 大家對內容產業期待逐漸降低 看得出來已不再流行長影音 然而,仍有支持的聲音認為 走中獎對創作者具有很大的肯定價值 一位網友指出 對創作者而言 走中獎給予的支持意義重大 即便無法向三經典禮般獲得政府資助 但難由民間團隊持續主辦至第六届 也非常難得 除收視率引發討論外 今年的最佳動畫獎與生命貢獻獎得主同樣成為真理焦點 最佳動畫獎頒給了僅有一支動畫作品的Psycho頻道 引發同樣入圍的漫畫家威藤字儀 另一邊,古阿莫團隊成員大軍也對生命貢獻獎評審結果不滿 更直言是自爽呱呱呱杯 每次的那些人點名走中獎創辦人呱吉要求公開評審規則 古阿莫團隊今年以高風險開車飛入大海全球唯一耗費30萬的真實體驗參賽 並再度入圍生命貢獻獎 沒想到在得獎路上卻深度失利 最終不敵戀健康Oguelness 對此,大軍在社交平台上表達不滿 認為評審標準模糊不清 難以令人信服 並表示團隊作品的拍攝冒著極大風險 結果卻輸給同情影片 讓他難以釋懷 忍不住開炮 我們都還不夠生命的嗎 你知道現場多可怕嗎 我超擔心我的兄弟他們上不來開車下海 對於批評聲浪 呱吉隨即在社群上回應 我有幫古阿莫拉票 學神會議上 我的原話是 很多年前我還有跟影片嘴過古阿莫 但這系列影片真的很屌 每年都做 還能做出新高度 真心希望貪婪得獎 我很抱歉 但是同個獎項 其他競爭對手的表現也很好 大家投票的結果如此 我不認為有任何不公平的地方 大家對手中獎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留言討論 感謝收看Main News 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觀看 alerts 逛